曹操 曹丕 曹直 曹氏父子 是东汉末年建安年间的风流人物 三个人都称得上是文豪 尤其是曹操 被尊称为横朔副师 意思是 朔是两公尺长的大枪 战阵兵器 前军万马挺着大朔前进 锐不可挡 横朔那就是不打仗的时候 对 横朔副师的意思是 称赞曹操用兵如神 不打仗的时候还会写诗 文武双全 赤壁大战前夕 曹操听从旁统的建议 将战船用铁锁环串在一起 楼船之上百艳犒赏将士 几杯黄汤下肚 诗性大发 要做诗了 月鸣兴兮兮 乌雀难飞 绕树三杂 何之可依 山不眼高 海不眼深 周公图补 天下贵心 得意啊 然后就中计了 黄盖一箭射来火烧连环船 八十三万人马是灰飞烟灭 哎呦 曹操是个多么有办法的人啊 然而在他死后 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们骨肉相残 哎呀 曹操刺叉风云全清一时 但是连死后葬在哪儿都不敢让人知道 仇人太多 为人争议太大 前一阵子考古学界宣称找到了曹操的坟墓 哎 早就在古代被盗墓者破坏殆尽 死无全失啊 死后都不得安宁 积极权谋才华洋溢的曹梦德 死后被追封为魏太祖五皇帝 死后地位很高 但是看看后人怎么样对待他的坟墓 就知道千古功过究竟如何 提醒在世的人少完全谋多基因德呀 不 提醒在世的人不可以得罪写小说的 你看曹操再怎么说也算得上是个英雄吧 偏偏就被罗冠中写成了一个大反派呀 对 也在提醒在世的人不可以得罪唱戏的 清朝的表演艺术家就把曹操抹成了一张大白脸呢 对 尤其在警告你们这些搞政治的 干什么 万万不可以得罪我们说相声的 一张嘴说死你们 清清自尽 悠悠我心 但未均故 沉吟至今 闲能的志士啊 我对你的思念悠悠不绝 我低音徘徊都是为了你呀 短歌行在欢乐的饮宴中忽然感到时光流逝 对短暂的人生兴起了忧思 表达求财若可之心 展现待人之志诚 强调朋友之义与君臣之恩 比你贤者盼得明主之心境 并以周公自诩 愿天下贤士尽来归 这首诗既有人生无常 贤才难得 功业未尽 至悲凉深沉 亦有得天下英才 匡计为世的豪迈雄壮 全篇感情真挚 以诗明志 一书报复 此句上 朴旨无华 多用典故 诗品评为古值 曹操 清贫之奸责 乱世之英雄 发董桌 平黄金 灭元树破元绍 携天子以令诸侯 统一北方之后呢 曹操统帅大军 南征 荆州 企图是先灭刘表 在顺着长江东晋 击败孙权 然而孙权和刘备联军 在赤壁之战 大败了曹操 曹军损失惨重 自此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出行 曹操死后 曹批成为魏王 随即令汉县帝退位善让 自立曹魏 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是文武双全 是文学家 也是兵学家 著名的孙子兵法 历代评点注解 非常的多 魏武曹操的观点 最受后人的推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